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三节 圣徒缺乏要帮补 克要一味的款待 阿们 圣徒缺乏要帮补 克要一味的款待 阿们 我们低头再次祷告 求主将你宝贝的圣言赐给我们 让我们晓得如何靠主的恩在地上过你所喜悦的生活 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 使我们能够心里激发对你的爱和敬畏 愿意甘心乐意赴你的恶 学你的样式 求主祝福今天的会众 恩待你自己的百姓 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使徒保罗在谈到了上帝的福音 上帝如何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 在基督里面称罪人为义的这样的福音的事件之后 也就是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之后呢 从十二章开始他就谈到了基督教的伦理 所以我们也反复强调了 基督教的伦理不同于其他宗教 基督教的伦理不是根基于人自己内在的潜质和力量 因为我们不是处在亚当堕落之前 如果单纯从亚当堕落之前的话 他所处的状态是可以行善 也可以行恶 两种可能 他顺从上帝的命令 他就可以遵守神的命令 但是他可以违背神的命令就犯罪 但是因为我们都现在罪恶 亚当堕落之后 我们都沦为罪人的缘故 我们已经丧失了那个原意 所以我们只能按照我们堕落败坏的本性去行恶 无法行出上帝眼中看为善的那个善 虽然在社会上我们可以行一些社会性的善 但是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 因此我们看到透过基督的救赎师 不是义的罪人 因着信接着基督的功劳 往前瞅 不要动瞅 希望 借着基督的功劳 然后得以诚意 得以诚意 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 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到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这里面也包括圣洁的神所喜悦的 那后面就谈到了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不要效法这个世代 要想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科学的旨意 我们必须心思意念要更新 也就是我们不断要学习神的话 学圣经 我们天生出生 虽然拥有很多内在的知识和后天学习到的知识 但是这种知识呢 需要借着圣经神的话去更新 就是本文里面所说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代 这个世代的思想 这个世代当中腐败的一些价值观 一些生活模式 我们也就是说 我们要接受神话语的更新 用更新了的意念 用更新了的思想 才能够明白神善良纯全科学的旨意 明白了神善良纯全科学的旨意 我们才晓得如何跨越我们自身的局限 我们自身文化价值观的局限 能够照着神要的喜悦的去生活 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伦理的一个基础 基于恩典和真理的基础 离开恩典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真理 离开真理我们就没有办法 这个按照上帝所要求的 线上他所喜悦的生活 所以这两个是基督教伦理非常重要的基础 后面他就谈到了很多 什么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然后又谈到了肢体之间如何彼此相爱等等 最后呢我们看到今天本文里面 他谈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就是圣徒缺乏要帮补克要一味的款款待 其实讲到呢这个讲到这样的经文是非常难讲的 为什么你们又可以解释的 一读大家都懂 可能重点除了一些晦涩的暧昧的意思 我们需要解明之外 更多的可能就要思想如何 在什么样的基础下 圣经这样教导 然后我们如何去实践的问题了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明显包含了两个部分 虽然都是涉及到了待人的事情 一个是对待圣徒 主内的弟兄姊妹 这里面说到缺乏是指贫穷 贫穷 在一个教会共同体里面 难免有一些不同的这种经济状况 有一些人经济贫穷 有一些人稍微富裕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 这些贫穷缺乏的那些富裕的要帮补 这就是我们看到 《使徒行传》二章里面出现的 那个所谓的早期教会的那种 共同体生活 虽然圣经不是鼓励 赞成我们永久性的生活 因为也是暂时的 他们在那聚集来 财产都奉献了 交给使徒来管理 当然这种模式好不好 不见得好 今天来看来 如果没有恰当的经济管理的话 容易出现腐败和不公平 初代教会里面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说西伯来的话的人 和说希腊语化的犹太人之间出现了分歧 为什么 在供给他们寡妇的事情上 说犹太话的 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 获得的供给可能多 说希腊化的犹太人的这些老年人 这些老弱病残的肢体 可能分配的少 所以他们之间就产生这样的 分配不公的这样的矛盾 可见初期教会也不是理想的这个模式 里面刚谋恩的一些罪人 他们也不是完全的状态 体质也不完全 生命也不是完全的 所以后来因为教会的逼迫 他们也就分散了 这种模式也没有持续下去 但是给我们看到了一种肢体之间相顾 如何让多的没有鱼 少的没有缺 那第二部分 我们又看到了说客要一味的款待 也就是说在当时也出现这样的情况 除了一些游行传道人之外 还有一些比如说到访的客人 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 要接待客人 要一味的款待 而且他提到教会的这些长职们 职士们 监督们 有一个特征 叫是好客 善于款待 那好客善于款待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他背后可能涉及到了 不只是观念的问题 还有一些他信仰的程度 包括他如何去 以他人为中心 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生活 所以要求这些监督们 要善于好客去接待别人 款待别人 好了 这两个部分 不是新约里面突然就出来的教训 这两个部分 实际上我们透过旧约 律法的精髓 实戒里面也可以找到这种 教导的最原本的根基 如果再往前就回到伊甸园里了 那我们先看实戒 实戒大家都知道前四条是 关乎敬畏神的 敬拜神的 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的 然后六条呢 从当孝敬父母 直到最后一条 然后就谈到了 这个爱人如己的 尽心尽心 同样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 然后也要爱临舍如同自己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爱临舍如同自己 是基于爱神 因为爱神 所以我们要爱其他的肢体 那其中和缺乏的要帮补 款待有什么关系呢 字面上没有关系 精神上是 实戒是所有道德伦理的精髓 我们之前学药义的时候 也谈到了 他的否定 不等于只是 仅止那一件恶行 同时也吩咐我们 仅止恶行的同时也吩咐我们 与这个仅止的命令相反的 应该遵行的美德 不可杀人 你不只是不能杀人的问题 不能恨人的问题 还要保全别人的生命 爱惜他的生命 你说我没杀他 我看着他死就不救 那也属于杀人的范围 严格来说 这个命令不只是我不去 拿凶器去恨别人 去谋杀别人而已 而且还要尽可能 去保全别人的生命 当别人被害的时候 我不去施救的话 可能我也有责任 所以这个就超越了 社会性的那种伦理 社会上的你不害别人 跟你没关系 你没有法律责任 无所谓 对不对 装着没看见也无所谓 但是在上帝面前 上帝说 那个见长人心的 岂不知道吗 对不对 当我们去看见 有能力去施救的时候 不去施救的话 我们就等于犯了 这条不可杀人的诫命 所以爱人里面包含了一切 爱就遵守了一切的律法 这是保罗所解释的 所以这个圣徒缺乏 我们对待其他的肢体 包括对待客人 都是包括在爱人如己 这个命令里面的 那如果我们更延伸 往远一点找的话 我们在一对圆里面 看到了原初最初的家庭 亚当和夏娃 上帝造了亚当之后 又给他造了妻子夏娃 构成了最初的家庭 最初的教会 或者是最初的社会 等他生了孩子 就三个以上了 最初的社会 这种你我之间的关系 在那里面 亚当曾经告白 刚摆在他面前的妻子的时候 你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什么意思 骨肉难以区分的 你就是我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的意思 你我不分 你我原为一 出于一 不只是从存在论上讲 夏娃是亚当的肋骨 取出来造成的 他出于亚当 他本来就是一体 不止从生物上 恩约上 两个人婚姻联合为一 还有一个就是 社会伦理上也是 他俩就应该 彼此视为一体一样 如果没有罪的介入的话 他俩之间也不会存在什么 这个互相抱怨 互相推责 甩锅 等等这样的问题 这是最初的理想的社会 但是因为罪的介入 破坏了 三章里面看到 那个令人惭愧的 这种悲惨的家庭分裂 这个男的也不怎么担当 直接就甩锅给女人了 女人也毫不犹豫的 迅速就甩锅给蛇了 然后等等 你发现都在推卸责任 然后关系就开始破裂了 曾经那个你中游 我中游 你是我古中的肉 那个山盟 还是那个历史上 最美的爱情诗的 没有人能够超过亚当的 大卫再厉害也比不上亚当 这个你中 古中的古 肉中的肉 所罗门在爱情 这个雅各书里面 美的告白 他也比不上你说我古中的古 肉中的肉 这么有深度 优美的诗 最早的这个爱情诗 结果因为罪的缘故 我们看到这夫妻就关系破裂了 这是一个代表一个象征 我不是否认它的历史性 而说这种罪的介入 使人与人之间 最初的人类社会就开始破碎了 后来在他们的儿女上 也出现了问题 这个甘引杀了亚伯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 我们看到后来 耶稣基督来也就是为了恢复这个人与神之间的和睦 然后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我们稍后再处理 同样我们看到这种圣徒缺乏要帮补克要一味款待在旧约摩西律法当中 除了十戒以外 往后面还有一些民事法 里面都有这样的记载 比如说我们看到 关于这个圣徒缺乏要帮补的内容 比如说有一个 这是在犹太传统里面可以看到 精髓是十戒 爱人如己 然后后来具体的一些戒命的命令 也可以反映出这种十戒在具体生活 具体处境当中的应用 第一个例子我们就看到借贷的这个例子 生命纪二十四章十戒到十三戒里面说到 你借给你的灵舍不知是什么 不可进他的家拿他的档头 他借你钱了 不错 他是债 你是债主 他是欠你债的人 但是你拿他抵押东西的时候 你不可进他家主动的去拿档头 要站在外面 等他向你借贷的人拿出档 主动给你拿档头 你不可以去强暴的去 我看了这个家里面最好的 你家里面 比如说他家比较穷 他家养一头奶牛 这是奶牛 既是他家的生产 这个经济唯一的来源 产奶卖钱养活家 然后就这个好 我借你的十万块钱 拿这个奶牛抵押吧 结果这家人收入断了 口粮断了 你就等于灭了这家人 对不对 这种不人道的拿档头是禁止的 站在没外 让他给你 还有什么 若有穷人 你不可留他的档头过夜 比如说那个穷人 他的衣服 他就那么一个外袍 那个衣服不仅是遮盖身体 晚间大家都知道 巴勒斯坦地区 昼夜温差比较大 白天零上四十来度 晚间零下四十来度 四十来度的话 那个外袍 大家看的电视 电影 纪录片都是 他们有很长的那个袍 对不对 那为什么风大 日 风 日都很严重的 刮风 然后遮风 还遮日晒 夜间都有避寒 所以他那个衣服 外套呢 不管是什么 我随便穿 像大家姐妹们 弟兄们 家里面柜子一敞开 这个不说赶身 办了百货超市 也一套衣服 算了 给你两套 我可以用别的代替吗 但是他唯一遮盖身体的 唯一穷人 唯一当做被子遮寒的 你给拿来当当头的话 不仁道 就等于他晚间弄不好 就冻死了 所以上帝 吩咐这种借贷 是我去借给别人了 不要取利 还要拿当头的时候 但是也要考虑到他的生计 这种借贷 给别人拿当头的时候 处理的时候 已经包含着 考虑对方的需要 对方的难处 对方的 这个困难的问题 这种以他人为中心的思考方式 这种爱人 相爱自己的这种方式 已经在教导我们 如何去照顾那些穷乏人 比如说还有这个喜年 神明记二十五章 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 你的弟兄 就是你国中的弟兄 若渐渐穷乏 卖了几分地业 他致敬的亲属 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 喜年的概念是 这个所有都是复原 卖的地 到了喜年要归回原主人 然后卖了身 我自己穷 我没有钱 借你钱了 然后我把我自己 作为你的奴隶 劳动力出卖给你 我在你家免费干几年工 到了喜年 不管怀不怀青 让他得自由 这种概念就避免了贫富 急剧的那种差异 穷的人越穷 富的人越富 无论到什么时候 那作为债主的话 他可能某种方面是经济要受亏损的 但是他宁可抱着亏损 也要照着神的命令去 当然这个是指向了基督最终的那个复原的救赎 透过基督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喜年 彻底的安息 那这里面已经告诉我们那些富有的人 如何去顾念穷乏的人 他的地业是祖宗给他们遗传的 永远不能独 以至于他没有自己的地 吃吃饭 生计都没法文 然后就流浪在各地方变成乞讨 如果在你们中间乞讨的人多了 你们就有祸了 为什么 说明大家都在过自私的生活 不再顾念穷人了 还有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种 弟兄穷乏的要帮补这种概念 已经在旧约圣经里面 犹太社会里面形成了这种习惯 这也是我们在新约里面 包括保罗也好 初代教会基本都是犹太人 对他们讲这个的话 不需要废话 一提他们都知道 弟兄穷乏的要帮补 待会儿涉及到具体性 那么对于今天我们这些人 我们怎么应用这句话呢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留意 就是命令的对象是谁 我们有的时候 人总喜欢反向的思维 有些反向思维是好的 但有些是邪恶的 比如说弟兄穷乏的要帮补 所以我就把我假设成为 我是穷乏的人 所以你就应该帮补我 然后用这个命令要求别人 是吧 夫妻之间打仗不也念吗 圣经说了 丈夫要爱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 你怎么没为我舍己呢 然后弟兄也解了 妻子要顺服丈夫 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 完全用法了 对不对 命令丈夫的 丈夫就虚心听 丈夫应该这样 命令妻子的 妻子应该虚心听 正好调个个来 然后妻子替丈夫听 丈夫替妻子听 然后两个人越强越矛盾 以前是纯粹是感情和问题矛盾 现在变成神学问题了 所以弟兄姊妹 这里面明确吩咐 就是在我们中间 哪怕是我们这个小群体 当然这个圣经里面说的 这个穷人 可能当今社会不太容易 因为大家都差不多 都是来韩国 可能来韩国不是留学打工的 打工的可能比 这个留学的强一点 因为专心工作 收入高一点 然后就业的 毕业了就业的 可能是上班的 收入高 稍微差一点的 可能是学生 有一些学生 可能又因为什么患病 没办法打工等等 所以他的经济方面 是比较相对弱的 对不对 而且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中间可能有的时候 特殊情况 比如说 严谦的时候 这个严谦保证金的问题 大家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类似这样的事情 虽然我们 这个说到贫富差异 不会像犹太社会 或者初代交汇里面 或者在社会上 大范围的 真的有些人 吃不上饭去要饭的 真的有人 找不着工作 这个生计难的 以前我刚做传道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 刚出来服侍嘛 教会也不认证我 因为突然有一天 哎 这个目的就怎么 像我那个韩国的老师 他说你退休了 他中文不太好 但是他故意用退休 实际上不到年龄嘛 你说你买断了 你辞职了 他故意用你退休了 就是幽默的那种感觉嘛 那突然这个人怎么 不工作就天天在教会里面 祷告啊 传道啊 什么学习啊 等等 然后那个时候 就经济上 渐渐的 随着时间的退役 教会开始认证了嘛 然后也参与教会 服侍 传道 什么什么地 然后 但是那个时候 没有工资啊 没有工资 偶尔牧师 他也是苦过人嘛 就看见我 很难嘛 这个年轻人这么热心 然后就掏自己的腰包 偶尔给我200块钱 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市里面 租一般的房子 月租啊 大概五六十平方的房子 大概200块钱 那是九几年啊 九几年 那个时候比较 那时候还物价比较低 95年往后就开始 糊糊暴争了 然后那个时候 假如说还挺困难嘛 觉得挺苦的 虽然一方面 侍奉主嘛 已经知道这条道路 凭着信心活 为主受苦嘛 没有什么觉得 什么可怜 但是长期受苦的时候 无形当中也有一种 能不能稍微宽松一点呢 是吧 有的时候需要买什么的时候 自己也这个 这个纠结的时候有嘛 然后自己觉得挺苦的 然后那99年左右的时候 教会短期宣教 我们第一次是去内蒙 第二次去了那个叫甘肃 邻近甘肃的那个西宁的一个 什么什么一个县啊 一个土族人的一个县 我们去传道 传福印 去了以后 甘肃和西宁之间 宁下 这个西宁之间 林壤的一个地方 一去的话 坐着火车去的过程当中 就感觉到凄凉 绿油油的 渐渐的开始荒凉 变成黄土高坡 然后那个寸草不生 然后那个土质 像我们东北嘛 一看到土质就知道 这个土地肯定 种庄稼是不能好了的 都是那种减地 那种减地 然后因此农作物 经济就肯定不好 虽然有些人开始种果树等等 然后我们就去传道 到各个村子去传 甚至进入人家去敲门传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 进入一个家呢 印象非常深刻 进去了他家那个土炕啊 土炕 躺着四五个小孩 都是从五六岁到十几岁 大概有五六个 然后就感到震惊啊 我那个时候也二十出头嘛 所以都是年轻人嘛 我就问他们 你们不上学吗 不上 为什么不上 没有钱交学费 问他一年学费多少 他说一百多 当时心就痛 中国竟然有这样的地方 一百多都上不去学 然后第二的反应 就是我自己突然 有了很多的知足感 就是发现 比我们活得更惨的人 有的是 然后我每个月 假如说有二百块钱的 这个生活保障 还觉得不满 人家一年二百块钱都交不起 那样的情况是吧 所以我说社会上有这种贫富差距 在我们这个范围里可能不至于差到这么成 大家有的人是开这个这个进口的全是跑车的 然后有的人只是加一般这个炸鸡店去刷盘子什么的打工样的 几乎没有 大家都差不多 可能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感觉到距离感 但是这种精神是什么呢 在教会群体里面 这种一旦有 穷罚的人 需要的人困难的人 我们需要帮补 这种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开始注意到我们中间其他人需要 敏感 其他人需要的这种精神 实践基督爱的其中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例子 那第二点我们看到这里面说客要一味的款待 这个也是就有旧约背景的 犹太人 上帝所拣选的亚伯拉的后裔 他们是一个从某种程度来说 是一个不断移动的寄居客旅的一个民族 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开始 从加勒底乌尔迁居到迦南地 他们称为西伯来人 从大江对面渡过来的人 那就不是坐地炮嘛 就不是迦南本地人嘛 跑了迦南地的地方 圣经形容亚伯拉的的时候 总是支大帐篷 不只是畜牧的人的而已 他是没有一个土地是他的 没有一个城楼是他的 总是支大帐篷 不断地移动 寄居的人 最严重的时候是他们寄居被迁到埃及 雅各时期 约瑟被迈到埃及 那个时候遇到了饥荒 然后他们借着雅各的缘故 下到埃及 住在所谓的这个最肥沃的地方 但是后来呢 渐渐的法老王不认识约瑟 不纪念约瑟的恩情 开始苦待他们 担心这么多的人口 犹太人不知道怎么 不懂得搞计划生剧 一生就生那么多 人口越来越大 又不是我们自己的民族 有一天结合外族人 这个夺得我们的政权怎么办 就担心 想办法减少他们的人口 降低他们的影响力 然后就让他们干苦工 干苦工还不止让他们加班 超额的去工作 甚至不给他原材料 又让他完成 按额完成这个指标 就苦待他们 发现不行 这个干活累的时候 就没心思生孩子了嘛 对不对 结果还是生的那么多 没招了说怎么办 贿赂那个 吩咐那个收生婆 今天的是产科医生 临盆的时候 生出来发现是男婴 就掐死他们 女婴的话留下 为什么 和埃及人结婚 就被同化了嘛 所以想用这种方法 去灭他们 遏制他们 所以他们在埃及 是寄居的 受苦的 但是上帝借着 不认识神的王 去恶待他们 提醒他们 你们是寄居的 你们不要以为 你们在这活了四百多年 错觉 以为自己是坐地炮 以为是本地人 都忘记了 他们真正的家是迦南地 所以上帝就用摩西 大能 用各种方式 预备他们 把他们带出埃及 所以 借命里吩咐的时候 你们要 顾念那些 在你们中间寄居的 因为你们也曾经是寄居的 他们的民族的历史 都是在漂流 一栋的 直到定居在迦南地 后来也是被掳过几次 寄居在巴比伦等等 所以他们应该最能体恤 这种寄居人的痛苦 那在旧约里面 我们看到也 谈到了很多这种 接待客旅的事情 比如说 收割的原理 收割的原理也可以应用到 第一 刚才我们谈到 顾念穷发的人 第二也可以应用到 接待客旅这个原理里面 历维纪 十九章九至十节里面说到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 不可割进田角 也不可收取所遗落的 非常不经济 不懂经济学 不可摘进葡萄园的果子 也不可收拾葡萄园所掉的果子 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今天这句话 这两点都照顾到穷人和寄居的 我是优华你们的神 为什么让他们 不要把地角的那些掉的穗子 掉的穗子 稍等啊 这个 那个桑弟兄 你这个麦克好好整一整 影响礼拜了 什么意思 掉落的就不要剪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收黄豆 收玉米的时候 收土豆的时候 尽可能的那个 都收拾起来 比如说大家打股场 打的时候 脱力的时候 那个 无论是玉米 无论是黄豆 无论是这个水稻 尽可能都收拾起来嘛 经济嘛 一年收成 辛辛苦苦的 最后又浪费掉 是非常愚蠢 不经济的嘛 对不对 但是圣经里面 吩咐的却 超乎我们的经济学理论 掉在那里就不要剪 落在路上的也不要石 葡萄也不要摘尽 打果子也不要打干干净净了 为什么 因为中间有外地人 外地人没有土地 他们可能口粮不行 所以就要仗着 那个到秋收的时候 去捡别人家 收割剩下的那些穗子 当时我 我曾经居住的那个村落呢 也真的有外地人 他们也真的到秋天的时候 去到别人庄家 虽然不是偷啊 人家收剩的去捡玉米 甚至去掏那种 那个老鼠洞等等 当然那个不卫生啊 吃了以后会有问题 然后他们就 做自己的口粮 真的有这样的 有一些 现在来说什么 在别的省犯事 不法的事 犯事跑到偏远的某个地区 东北某个地区 山里面躲着生活的 他们没有土地嘛 可能租了房子 但是没有粮食 他会去秋天去 捡别人的黄豆啊 或者是玉米啊等等 去做为什么 减少自己的经济压力 然后去换什么豆腐啊 加工什么东西吃 所以住在城里的 可能不太体恤 但是想象一下 也可以理解啊 这种落了税子 不去捡 就是照顾那些 寄居的和贫穷的 甚至有的经文说 那个飞鸟啊 上帝教导我们做人啊 我们不能总考虑经济 最大利益 现在虽然是经济为中心 这个利益为中心 但是圣经常常教导我们的 是往水平的 不只是往内在的 考虑自身的 还有水平的 因为垂直的缘故 所以水平上 一定要照顾周边人的感受和需要 对别人需要敏锐 这种精神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爱人如己那个精神 爱神了爱人 然后在这种具体的实践当中 就反映出了这种律法的精神 那接待克里呢 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 一节到十三章里面 一节到二节里面提到了这个 你们勿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克里 因为接待克里的就不知不觉 接待了天使 在新约时代也吩咐 爱心接待克里 那这个接待克里 不知不觉接待天使 是激励他们 你们这样做 上帝都会纪念 甚至旧约里面有一位 接待克里不知不觉 接待了天使 甚至接待了耶和华神自己 创世纪十八章 一节到十五节里 亚伯拉罕的例子 在那晒太阳呢 躲在树下 来了使者 然后他就说来 我招待你 西娇 然后摆上 结果其中有一位是耶和华的使者 还有一位是耶和华本身 所以神就告诉他 我要灭所多 马欧摩拉 然后他的侄子 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 不是从中获救了吗 所以在这里面 后来我们看到 就因为这个接待的时候 顺便就应许他 来年的时候你要 你的妻子要生孩子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接待的重要性 因此犹太人呢 他们也有一种 这种接待的习惯 今天我们去到以色列 或者是到巴勒散地区 这个不是以色列人 这些包括穆斯林人 他们仍然有这种接待 他们认为呢 客人如果睡在街上 是自己的一种耻辱 反而就是乐心地去接待别人 把客人接到自己家 给他们款待 摆上好吃的 是自己的荣耀 也是一种蒙福的 因为什么 遵从烟花的命令吗 所以已经变成 他们一种文化传统了 虽然现在 现代化之后 可能这种情况又变了 稍微变了 但是这种好客接待的 这种精神 仍然在他们中间存留 那么这两种 顾念贫穷人和接待客旅 这两种命令 背后的精神 就是爱人如己 然后犹太的背景 包括新约 大部分基督徒 犹太基督徒 那么对于现代社会的我们 如何去应用呢 有很多困难 第一 现代都市这种拥挤的住房 我们自己住房子 条件都不宽宇 接待本身就成为困难 这是客观的因素 第二 个人的结局 我们自己都活得挺辛苦的 可能那种余力去帮助 给我们更困难的人 等等 我们会有这样的挣扎 再有就是 现代是基本上是立体主义至上的 人都很自私的 我们透过很多方面 都可以看到这种文化里面 已经崇尚自私的这种精神 比如说 所谓的性别那种 中性性别也好 这个同 赞同这种同性恋的也好 他们在主张 我们自己 你们要求别人尊重 我们自己的这种性别 的同时 其实也在 也是很自私的嘛 对不对 韩国 美国已经经历了 中国可能现在还没有经历 这方面 就是他讨论是不是要合法化的问题 我是男的 但是我就从小就喜欢这个兰花指 然后我的生意也是女性的 而且我心里面自己也觉得是女的 我就穿不惯男的 我就对 我是 我是男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是女性 然后随着年龄的成长 发现现在社会开始尊重这种 然后自己也觉得有必要去 不要再伪装自己活出真实的自我 然后就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 所以生物上 生理上我是男的 但是我心理上 我自我意识上 我认为是女的 所以当我自认为是女的时候 我就 我是女的 因此我 我要去洗手间的时候 我就想去女厕所 但是我身体生理上是男的 那怎么办 不能歧视我们 这种固有的这种民间封建的文化 歧视性别 歧视我们 我们要求得到同样的这种尊重 撇除偏见 便把人化成什么男性女性 还有第三中性 现在都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撇除性别的歧视 给我们尊严 给我们穿权 然后去要上女厕所 我是个男人神 然后我自己认为是女的 我去上女厕所 请问当我自己觉得我是女的 我要求权力的时候 我有没有尊重别人的权力 当我是男人神 我以为是女的 我要去你洗手间的时候 在洗手间里面 使用洗手间的女性 她们会怎么理解 她们的尊严 她们的权力 谁维护 这就是弊病 这个所谓强调人权 自由的这些人的致命的漏洞 都是自我中心的思考 你要求尊重我的态度 我的立场呢 行 你自己想你是谁就是谁 无所谓 但是社会秩序 难的就是难的 你要求自己的权力的时候 你也尊重别人权力 毕竟同性恋是少数 所以在韩国讨论合法化的时候 反对性别歧视的时候 当时我就发现了 这些人有个弊病 我那个THM 我这个讲道师 准牧师考试的时候 资格论文就是这个 关于同性恋的问题 因为那一年同性恋的问题 合法化的问题很火 所以阅读了很多的资料 生物学的什么心理学的 乱七八糟 历史上的等等各种理论 其中我就发现一个漏洞 就是他们致命的弱点 就是 太自我为中心了 要求别人尊重我 但是你有没有尊重别人权利 那我们维护他的权利 我在侵犯更绝大多数人的权利 所以这个是 现代一种利己主义 一种自私自我中心的 一种文化的一种表现 只一个现象而已 那人都顾自己的时候 当然就不会忽略这个 去顾念别人 对不对 甚至我们看到一些视频 也说到 东海那边的国家 有些视频就传出来 有些所谓的委员 人大代表 穷人为什么 他穷是活该 为什么 他懒 穷人活该 因为什么 他 他懒 他把穷归结懒 我们不否认有些人懒 但是问题 社会的这个竞争不公平 资源不公平 包括就业不公平 包括有一些很多的重要的资源 都在一些权利人手中 这种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起步 已经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了 除非你这个 你磅大块 除非你是这个倒插门 豪门 不然的话 你穷人是不太可能闯入 你们以为是这个什么 马云厉害 其实不是厉害 如果他脱离权利的话 他也啥不是 我们不否认他天才 他有他才干 当然他的才干 和有一些文明国家那种 还不一样 他聪明 的确聪明 他看到了机会 有想法 但是这种想法 其实那个时代 有无数的聪明人 留学回来的 北京大学毕业的 清华大学毕业 有的是聪明人 为什么他成就了 后来不是也是因为人际关系吗 靠对人了吗 入围了吗 所以他那些资源才临到了他吗 所以背后都是利益 所以你说这个社会是公平的 你努力就一定成功吗 我之前不跟他说 努力不一定成功 但是不努力肯定不会成功 对不对 这就是卷嘛 所以这种社会构造里面 已经形成了这个孝平的现象 而不是怜悯 顾念同情 好了 大家一帮穷人在一块 讨论这个 好像大家都挺受安慰 就画饼嘛 没想到也改变不了什么现实 但是问题什么呢 这种精神 今天社会丧失了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它文明度取决在哪 它的制度合不合理 能不能够适当的 接着这个制度 让富的人的所谓回报社会那种机能 他赚的多 他当然有社会责任了 所以他如何去收他的税 收得更多 或者说他这个赚的钱要回馈给社会 是吧 这样用他的钱就能够帮助那些什么孤儿院呢 或者是改善教育生活呀 或者环境啊 或者改善这个生活环境 他就形成了一种富有的人 照顾贫穷人 包括一些大的灾难 那些重要的财团的 应该这种精神是符合圣经的 越多的财富 不是说让我改善我自己生活而已 更大的财富是有更大的责任去 连绵那些帮助那些困难的人 这就是圣经吩咐的嘛 帮补那些贫穷人 小的来是一个教会 大的是一个社会 上帝在犹太社会里面建立的他的国 伊甸园里那个国失败了 亚当夏娃的犯罪失败了 在这个众多的民族当中 拣选犹太人建立一个敬虔的国 透过跟他们相交 让他们在中间实践律法 其实就是实践那种 合乎神心意的人类社会 如何敬畏神 爱人如己的那样的光景 结果犹太人是越来越失败嘛 那到了新约的耶稣基督来亲自要建立教会 就是他透过他的血恩典所改变的这些人 然后他让教会在地上起到那种代表反映天国的一个群体 所以在教会里面如何去实践 我们不是说从礼仪上还受旧约律法的限制 但是旧约律法无论是民事还是礼仪 背后的那个属灵原理 礼拜的原理 生活的原理是出于实际 所以今天我们仍然透过这些旧约的一些教导里面 可以得到这种实践的原理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种贫穷都要帮补 那我们说点实在的 大家都是学生 大家活得都不什么富裕 那怎么办 量力而行 重要的是这种意识不能磨灭 你说我自己都没有 所以我就没有责任了 不是的 能不能是另一回事 是该不该是一回事 要时刻带这种意识 我们中间万一有人真的有一天都是学生 或者都是打工 咱们又没拿到永住等等 有的情况不一样等等 总之我们经济也不是什么大财富 但是怎么办 有些人病了住院了 一整好几十万几百万 对于他来说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当然要集资了 对不对 大家这个十个人帮一个人不容易吗 实践讲的话 现在的社会越来越自我为中心 越来越人与人之间冷漠 我们也说到以前那种社会的时候 无论是城里面那个什么四合院啊 包括农村的这个什么邻里啊 人与人之间很人情的 哎呀我家里面我有什么急事 到城里办事 家帮我看一下 家里面有些小动物什么 邻居就扒胃了 什么处理了 照顾孩子什么照顾老人 然后甚至城里面邻里也是那种亲情 随着城市化 越来越现代化 人的感情越来越淡了 人的那种压力越来越大了 人对别人的那种爱心和关心 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开始 自己顾自己的这种社会了 那在这种社会里面 基督徒就应该 出于你而不然 活出另一种伦理来 虽然我们活得也很艰难 去顾念我们中间的那些 在经济上包括其他方面 弱势群体 对别人的那种关怀 接待客里也一样 那大家这个 自己租的房子和别人喝租 怎么接待啊 自己住那个小one room 考试院 那个小房子怎么接待啊 而且特别是现代人 比较这个个人隐私的空间 不容易开放啊 像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那个的那种环境 或中国以前 二十年前 那种开放的那种 开放家庭那种 很容易的啊 中国人你说不好客吗 好客 但是现代社会就 越来越变了啊 这种不一样了 特别是典型的例子 就是韩国 韩国人不太容易 随便接待人到他家去睡觉 房子大 空着也不太容易接待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就是现 不管是韩国人 中国人也一样 就是越现代的生活 越这种 我们自己是私人空间 不愿意别人闯进来啊 个人的私人空间 甚至宁可让你去这个 金鸡棒 给你花钱去 给你去住hotel 也不让你去自己家啊 请饭 吃饭 也不会上自己家 当然这个是厨房 什么不炒菜等等 那个也有关系 宁可去上饭店 当然这个上饭店无所谓啊 现在比自己家做上饭店更方便 吃的还好 还不用刷完 吃完了 交钱就走人 更好 对不对 省着到家里又炒又炸 然后整的那个都挺累的 没时间聊天 对不对 也是好事 但是现在呢 这种城市生活呢 像韩国这种情况 不太容易接待 那接待客吕这种话 怎么应用呢 气便降 也不能不实践 换种方式嘛 精神不要丢掉 来了 怎么办 接待 你家如果真的有那个条件 空房间 那好了 就请进来 接待就好了 但如果没有的话 那怎么办 哪怕 我给你那个 给你开个房间 那个hotel 是吧 韩国这边三五万的 那种小hotel也有 更贵的也有 那去接待他也行 对不对 总之呢 这种精神 在任何时代 这种关怀他人 考虑到别人难处 当然你的客人 那个比你过得更滋润 你说没事 我直接上这个大雨饭店住了 就不用麻烦你了 那就不用操心了 特别是圣经时代 那个时代hotel不是很发达 而且又不安 不安全 他要在外面住的话 面临人生危险 那现在可能 现在人 你接待我 我都有负担 是吧 去你家 怕给人添麻烦 我自己住宾馆就好了 我自己上馆就好了 是吧 现在情况变了 但是这种精神不能变 明白什么意思吧 我不是讲圣经那个字句 硬邦邦的 就直接应用 现在社会环境变了 文化人想法也变了 所以有的时候 适当的去做调整 但是这种精神不能 就是顾念别人需要 有的人穷 真的需要帮助 我们就不要冷眼 不管 要帮助 然后有的人真的是来了 你找不着地方住 那你就别那个 吝啬是吧 邀请到他家 或者是给他安排个住的地方 这种概念 是针对那些客旅寄居的 相对弱的人 我们要善于好客去接待他 对于那些困难的人 我们善于去帮补他 那面对现代的这种城市住房 个人结局 自我为中心 除了经济条件以外 我刚才也提出了 自己家没有房子 也可以给他帮他住好 真的有人需要接待的话 怎么办 很多的时候 比起物质条件 更多是我们自己心理上 克服我们作为中心 这样的利己的这种思想 是更大难 比起经济条件 那怎么样去实践呢 唯独靠着上帝的恩典 我们刚才也谈到了 基督教的伦理 是基于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道指明了 我又发现 我实用的时候很困难 内心都挣扎 外在环境可能也是有 但是那这种情况 又不实践又不行 对不对 那怎么办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认识神 接纳和款待我们的原理 我们就是被神接纳的人 我们是罪人 神的仇敌 基督为我们死 负伤代价 使我们与神和好 不因着基督的缘故 在基督里接纳了我们 而且款待我们 不止赦免我们的罪 让我们与他和好 像浪子是用丰盛的宴席款待他 那上帝在基督里面 预备了丰丰富的恩典 不只是赦免我罪 让我将来确保 灵魂不下地上天堂的问题 他还给我丰盛的恩典 是吧 我在祷告当中 在礼拜当中 在默想当中 在侍奉他当中 他有丰盛的恩典 他恩上加恩的赐给我们 所以他是丰富的款待了我们 当我们真正明白神 接纳和款待我们这个恩典的时候 明白神 就能够明白神命令的精神 从心中欺慕神的命令 然后祷告祈求神 给我们恩典和力量 克服我们那个自私的 自我中心的 那个习性 那个想法 那个习惯 奥古斯丁曾经提到了一个事情 就是说 上帝为什么吩咐我们 不能做的事情 伯拉旧主义说 我们能做 因为上帝命令 上帝命令绝不是命令 我们不能做的 上帝命令的都是我们能做的 奥古斯丁说 不是的 上帝命令不是因为我们能做 是应该做 但是我们做不到怎么办 他是告诉我们 应该祷告当中求什么 求你赐我 你所命令的 你命令了我软弱 我不行 但是主啊 不要照我的意思 你要照你的意思 求你给我恩典 让我能够 遵信你的命令 这就是基督徒的祷告 对不对 我们一般认为的祷告 就是主啊 给我这个 给我那个 我们眼前的那些实际的问题 那个都要处理 但是其中祷告 还有个核心的 就是 科西马尼元 那个最精髓的 最典型的 最高峰的祷告 祷告的最高精髓 就是顺从的时候 不要照我的意思 你要照你的意思 明明知道我来 就是为这个时候 但是怕 惧怕 怎么办 倘若可行 将这被撤去 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 哪要照你的意思 我愿意顺从 我力量不足 求主帮助 所以那个路加福音里说 有天使过来 加力量给基督吗 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不是因为 基督徒必须要祷告 所以像和尚 我们尽义 必须得填满 每一天的祷告的世界 祷告是因为 我们真正顺从神的时候 发现自己软弱 无力 或者是无法去胜过这个环境 或者某种患难 主要帮助我 依靠神的反应 表现成形式是祷告 不是我作为基督徒 要祷告 所以用一些 这个有口无心的话 不痛不痒的话 去填满那个 需要尽的宗教义务 不是那个概念 所以弟兄姐妹 那罗马书十二章里面 谈到了很多具体的生活伦理 今天我们看到了 关乎圣徒缺乏要帮补 克要一味款待的这样的命令 对于我们今天的 现代都市化的人来说 特别是对我们寄居在韩国 大家也都靠租房子 生活的我们 可能实践起来稍微遥远 但是也不是不可能 在我们的处境当中 我们如果真的爱神的话 我们就知道如何 活出这种精神 竭力地去 愿意帮助那些 比我们困难的人 或者是帮助 接待那些需要款待的人 真的有一天 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靠着上帝 已经接纳我 已经厚待我们 这个恩典 激励我们 让我们顺从祂的命令 渴望祂的命令 也祷告求神 给我们恩典 能够去尽可能去 尽量地去帮助别人 没有人可以穷到 放弃帮助别人的 这个义务 这个责任 反而我们看到 真言书里面也 谈到了这个 怜悯贫穷的 就是借给耶和华 耶和华必赏赐 所以上帝比起关注 那些成功人士 那些富豪们 上帝更关注的是 孤儿和寡妇 旧约实戒里面 命令里面 民事法里面 谈到很多类似的 这样的命令 孤儿寡妇 是社会当中 弱势群体的代表 这个不是 瞧不起离婚的人 或者什么 瞧不起孤儿 没父亲的 也孩子等等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他们生存 在社会当中 最弱势 心灵里面 最痛苦的人 所以这些其他 相对正常健康的人 应该连续他们 顾念他们 关怀他们 帮助他们 这种精神 应该在教会和社会当中 从教会向社会扩张 来延伸出来 好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 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为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所有因着爱神 背着神的爱所激励 愿以顺从神的命令 在祷告中 寻求神的恩典的弟兄姊妹 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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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